说好了当面签约 临时说你约 我觉得这个人 很不好合作 不不 莫不宇他已经很配了 而且今天是主动联系我 让我来拿合同的 今天 他可能临时有什么事情 所以耽误了吧 而且 他自都已经签好了 这已经算是有合作诚意的了 他说你约 你一点都不生气吗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他平时就很少接商配的 这一次能这么爽快地答应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看你是被偶像迷昏了头脑 拿着公司的资源 去假公寄私的吧 沃总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莫不宇 他现在可是网配圈的 流量级大咖 在网上的话题自然是少不了的 那细感这一块 您就更不用担心了 出道五年 作品无数 实力肯定弱不了 就算我有一点自己的小思心 那 我也保证 绝对不会死害公司的利益 莫不宇这么好 我怎么不知道 我看没那么好吧 也就一般吧 那个 你明天的公司选拔准备得如何 放心吧 我一定会全力服务 那 加油 我咬嘴了 我找到我 我找到我 好 你瞧瞧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 你居然会比不上 那个初期跟活动都要裹得严严实实 连脸都不敢露得往后哀懂 再说了 声音也不比他差 让我认输我偏不信那个鞋 等着吧 夏晓宁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正好顺路 我送你去上班 不用了 不用了 谢总 一起吧 路上我有工作要交代 谢谢谢总 顾总 我还是自己去公司吧 等我到了公司之后 我马上就去你办公室 你有什么需要交代的 到时候再跟我说 老板再见 拜拜 你什么时候上班这么急急啊 那也比你 假借工作为由 坦荡 理由无趣 求证明儿 我义了 简单 我勿认 有什么时候就 Sac 你吃得看了吗 如果你不留意 有什么时候 你会